你说什么呢 我肯定想你啊 对了 要不然这样吧 今天晚上 咱们出去吃饭 行 那还是老地方吧 我不跟你说了 有人敲门 来了 姐 您怎么来了 肯定 这家里面有客人啊 没有没有 来进来进来姐 来姐快坐 你开门那么晚 我以为这家里有人呢 没有 那我刚才怎么听见有人跟你说话呀 啊 我刚刚啊 跟朋友打电话呢 对了姐 你这次来有什么事吗 啊 婷婷 我今天啊 想告诉你一件事 这小灰啊 出事了 出事了 他能出什么事啊 他这一走啊 都五年了 连真的回来看看都不知道 婷婷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合着 你是埋怨我弟弟啊 他出去这么多年 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 他为了这个家 这五年来 他回来看过我一次吗 行了婷婷 你别说了 这小灰啊 去世了 你说什么 小灰去世了 我这也没敢告诉你 怕你伤心 这几天啊 我也去了外地 把小灰的后事啊 处理好了 是 姐 这小灰出事 他属于外出老五 那公司肯定赔了钱吧 姐 你倒是说句话呀 难道一分钱都没赔吗 婷婷 这小灰去世 难道你就不伤心吗 到现在 你还想着赔偿款呢 我不是只想着赔偿款 我只是觉得 这他人都已经走了 人家不可能不赔钱吧 再说了 他这人都走了 我就是伤心 他也活不过来了呀 这小灰啊 有赔偿款 五十万呢 五十万呀 姐 你放心 虽然小灰她走了 但是 我们呀 还是夫妻 这个钱啊 你就给我 以后啊 我们是一家人 行 婷婷 我给你 这五十万 都在这卡里 密码 是小灰的生日 好 对了姐 以后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你尽管来找我 我会帮你的 那行 婷婷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姐 你吃完饭再走呗 不用了 行 那你慢走啊姐 太喝了 太喝了 宝强 这家我们呀 终于可以光年正大的 在一起了 是啊 婷婷啊 你说你也真是的 你老公啊 这确实十多天了 你才让我过来 哎呀 我这不是怕她姐起疑心吗 所以啊 就没敢把你带过来 那行 以后啊 再就是咱们的家了 咱们俩赶快进锅吧 走 这个婷婷 真行啊 这我弟弟 刚去世十天 他就现出原形了 来 婷婷快坐 哎 这还是有个家好啊 是吧 你看 这房子装修的怎么样 装修还行 不过婷婷啊 这房子 是你给你前夫住过的 要不然 咱们换套房子吧 换套房子 是啊 你看 你手里面不是有好几十万的吗 那 那你想换到哪里去啊 我是这样想的 咱们啊 去城里买套房子 把这房子给卖了 到县城买房子呀 现在县城的房价那么贵 要不然这样吧 这我的手里也就五十万 咱们现在再住一段时间 等房价什么时候低一点 咱们再买行不行 嗯 五十万呀 哎对了 那五十万现在在不在你手里啊 当然在我手里啊 太漂亮了 哎 天灵 这样吧 咱们一块出去买东西去 买东西 买什么呀 你看 我这手上 七十块手表 给我买完手表 行 没问题 我给你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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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俩是谁啊 四少名人啊 你给我闭嘴 你 你是人事鬼啊你 天灵 她谁啊 你怕她干什么呀 宝强 她 她是我老公 什么 你老公不是死了吗 这 行了 你们俩瓜 给我闭嘴吧 李天灵 你仔细看看 我是不是人 擦亮你的眼睛 这就是我弟弟 王小灰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小灰 你不是去世了吗 我去世了 李天灵 怎么 我回来了 让你失望了 你可真行啊 你就把男人 领到家里来了 小灰 你先别生气 你误会我了 他 他只是我一个朋友 是啊大哥 我是他朋友 你误会了 你给我闭嘴 行了 还在认给我狡辩 你别以为 我眼上 看不出来他是谁 田灵 实话告诉你吧 我呀 早就怀疑你了 所以啊 才想出这个办法 来试探你 没想到今天 你的狐狸尾巴 终于露出来了 田灵 在你们的家里 我就不穿上去了 我就先走了啊 站住 我告诉你 今天啊 不把事情说明白 谁都不能走 就是 这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必须说清楚 婷婷啊婷婷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我出去五年 辛辛苦苦地挣钱 我为的是谁啊 不都是为了你啊 我每个月 没想给你打钱吧 没想到 你在家里 竟然这样对我 那你也不能怪我啊 再说了 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能这样试探我吧 这样 是我的主意 我早就怀疑你了 只是啊 没有证据 十天前啊 我来你们家 我明明听到 有说话的声音 你还不承认 那个时候啊 我就知道 事情不简单 你肯定啊 有事瞒着我 可是婷婷 我真的没想到 你能做出这样的事 竟然啊 把男人临到我们家 你啊 真是一个不守护道的女人 我 李婷婷 刚开始 我姐跟我说 你找人呢 我还不相信 可是 今天 我算是明白了 你啊 也不想跟我过了 你不是想跟我离婚吗 行 这个婚啊 咱们离定了 而且 我告诉你 那人卡里啊 五十万 都是你的 我一分也不要 不过 这个家 你冰上带了 什么啊 小慧 你要把钱都给她呀 那可是你的血汗钱呀 这样 不是太便宜她了吗 你傻不傻呀 姐 本来 我出去挣钱 就是为了婷婷 现在 她既然不想跟我过了 那我还要这钱 有什么用啊 李婷婷 你听到没有 到现在啊 这小慧啊 还护着你呢 你这样做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对得起她吗 姐 我知道错了 小慧 对不起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们两个 还回到以前那个时候好不好 我这都是一时糊涂 真的 你相信我 行了 李婷婷 你都背着我 做出这样的事了 这哪个男人能接受啊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小慧啊 我肯定会改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婷婷 别说了 咱们拿着钱 快赶快走吧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咱们两个 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你给我滚 婷婷 当初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你说你是真心喜欢我的 你别给我提以前 我告诉你李宝强 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现在你可给我滚 你 你什么你啊 走啊 小慧 行了 婷婷 现在她走了 你啊 赶紧收拾东西 你也走吧 我不走 我都已经跟她断绝关系了 有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子 行不行呀 姐 我求求你 你帮我劝劝小慧吧 你觉得 我会劝小慧吗 我可不想让她当我那位 你啊 别在那儿挑人了 赶紧走吧 行了 赶紧走吧 姨婆 祝你过的幸福 小慧 行了 快走吧 行了 别在这儿废话了 赶紧滚啊 小慧 走吧 小慧 别难过了 为这样的女人啊 不值得 timest病 嚣筿 镉 地